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星窮鐵道2.1最新寶箱收集攻略 崩壞星窮鐵道招陸公館每顆勞客隱私樂園寶箱全收集 折死小鳥王下一桶次元鋪滿戰利品鐵道2.1 好那麼這一批的話還是這個招陸公館 然後這一批的話從這個一層開始 首先大家來到下方孟主大廳這一個傳送錨點 好那麼到了這個錨點之後呢先看到小地圖左邊西方向往前走稍微抬個頭 前方較高處呢是我們的第四隻小鳥了調查一下 好拔出這一隻之後呢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上方北方向往前走 接著我們左邊這個牆壁一直往前走這邊會出來一個門口 從這個門口進來我們不走樓梯上去啊就在這個下層 首先呢是一個往下一桶 好打敗之後啊看到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 這個氣球就要還有一隻小鳥這是我們的第五隻了 好拿完這個啊看回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南方向往前走 到了氣球之後啊看到小地圖右邊東方向往前走 好走到紅地毯再看到小地圖上方北方向往前走 在前方這個大房間裡面有一個寶箱 進了房間之後啊看到小地圖右邊東方向立馬就是 好拿完這個寶箱來我們先從這個房間出來 下樓梯那麼大家下了樓梯走到這個紅地毯之後 看到小地圖右邊東方向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在我們左手邊這個樓梯邊上 走進來就有個小隧道啊可以開啟到一個寶箱 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先從這個隧道走出來 也是一樣走到我們這處紅地毯 好那麼大家到了紅地毯之後啊看到小地圖右邊東方向往前走 這邊這個房間一直走到底 但是需要當心下一個大門進去之後有埋伏 左右兩邊都是怪推薦大家進去之後先把怪清了 好清完怪之後呢在這個房間最深處 這個中心獎盃邊上有一個寶箱 看到小地圖右邊東方向在這個雕像腳底下是我們的 第幾隻鳥啦第六隻了吧應該是 好拿完這一隻看到小地圖上方北方向從這個房間走出來 我們先原路返回 好大家看到走到我們右手邊這個樓梯這的時候呢上樓梯 好上了樓梯之後啊先看到小地圖左邊西方向這邊有一個夢境迷蹤 好那進來之後呢先點兩下藍色長條一下兩下就OK了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屏幕啊拉到最右邊 直接把這個屏幕拉到最右邊 接下來這個藍色長條一下兩下三下我們點擊三下就OK了非常的簡單啊 好 喚醒這樣就算開啟了這個寶箱了 接下來看到小地圖右下角東南方向啊朝這個門裡面走 那需要注意的是 大家要先把這個 外包公這個事業任務給他做完啊如果這個事業任務沒做的話這個門 是紅色的鎖住的所以大家先把這個支線要給他做完啊 好 那做完這個支線來我們往這個門裡面走 之前做這個支線已經在這個地方拿過九個寶箱了 對這個地形的大家應該也是熟悉一些了 進了門來先下樓梯 下樓梯之後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過來摸一下充能 摸完充能大家看到小地圖右下角東南方向往前走 往這個有氣球的地方走過來這邊有一個橋啊我們過這座橋 好然後跟著這個氣球的方向接著往前走 這邊有一個充能過來用一下 登上這一面牆 然後呢看到小地圖上方北方向朝這個方向往裡面走 前方左拐 再左拐 這邊先摸一下這個充能啊 好 開啟這座橋 換到正面牆來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哈努兄弟 我們變一下身 變完身之後啊朝這個小地圖下方南方向走過來 這邊呢先摸上一個火箭筒 好 接著往前走 呃開炮去炸前方的這個怪 那大家過去的時候要注意一點喔 來等他過來了瞄準直接開炮 先收下一隻 收下一隻之後大家最好先縮回來 等一下啊因為邊上有這個機器人會走來走去的 容易被他發現 來 拿上炮彈我們 對準這個機器人再開一炮 在禮物堆這邊的這個機器人開炮 那開完炮之後呢 大家要需要當心一點 小心被這個機器人發現 來我們繞過來摸到這個子彈 大家再把這個機器人收掉 收完之後呢 我們撿上這一發子彈 看到小地圖下方南方向這邊有三隻烏鴉 那麼三隻烏鴉中間呢 是 呃包裹了一個寶箱的 他們降到於他們三個正頭的一個寶箱 我這個 不小心給他開掉了 在這個地方 大家把這三隻烏鴉打掉之後呢 能開啟到一個寶箱的 好 開完這個寶箱 大家看到小地圖左上角 西北方向往前走 牆壁這邊有一個小洞口 我們可以鑽進來 鑽進房間之後呢 大家看到前方有一個 禮物堆 炸開 炸開之後啊 裡面有一個寶箱 開啟這個寶箱之後呢 還有一個禮物堆 也給他炸開 好那裡面的話有怪 把三個怪再一炮收掉 可以來做這個迷宗的解謎了 這叫馬屁迷宗啊 好 那麼還是一樣的 來 我們先移動一下這個 最右邊這個藍色長條 好然後呢 下方這個藍色長條 大家給他轉兩下 再把這個屏幕往右邊 拉到最右邊 第一條路就出來了 好 那麼第二條路呢 來 中間這個藍色方塊 大家給他 轉一下 讓他變成這個樣子 好 然後這個 最右邊藍色長條 大家給他轉成這個樣子 多點兩下 就可以轉成這個樣子了 如果說大家點一下下去了 然後再點兩下 這樣子就可以上來了 然後紅色長條呢 也是多點兩下 如果大家是這樣子的話呢 再點兩下 就可以轉回來了 好 然後呢 把這個屏幕往左邊 拉一點過來 就可以 大家看到 我們面前有一條 這個小路拼出來 拉成這個樣子就行了 好 那麼最後 紅色長條 再點一下就可以 好 點完喚醒 拿完之後 來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下方 南方向 往外走 然後走我們左前方這一個小門 先這個 原路返回 回到我們電視機這個地方 然後解除變身 好 解除變身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右邊 東方向 我們先往回走 我們先往回走 上這面牆 前方右拐 再右拐 好 然後坐這邊的 衝人 牆之後 看到小地圖左上角 西北方向 這邊是一座橋 我們走這座橋回來 看到小地圖右上角 東北方向 往前 好我們去這邊 把這個 衝人呢 補充一下 補充完之後 大家看回到 小地圖左下角 西南方向 往前走 在牆體這邊 使用我們的 衝人 走上這個牆體 好 看到這個小地圖 左下角 西南方向 沿這條路 筆直往前走 這邊呢也是一條 單行道 我可以一直往前走 再用一次衝人 翻到下一面牆 接著 筆直往前走 左拐 再筆直往前走 過了這個門 左拐 這邊的怪不用打 我們接到Wish就可以了 這邊的橋 我們走過來 然後再左拐 好 前方再左拐 從這個門走出來之後呢 地板上這個 第幾隻小鳥啦 第七隻了吧 應該是 三個點都給他拽一下 好 好 那麼拿完這隻小鳥 我們這一批的話呢 就先帶大家收集到這邊 我們去下一批再見 拜拜 記得關注再走 為什麼呢 印得到 有用的 被打了 對 有用的 你可以過